美軍U2高空偵察機外型獨特 飛向空中卻絲毫不起眼 這回再度出現在中國海域 引發中國高度關注 這是中國軍艦在黃海發射飛彈畫面 圖說上著名U2進入演習區空域 中國軍艦發射導彈的照片 這可重重打臉解放軍 這張美方軍用航空新聞網站 公布的空拍中國演習照片 把兩艘軍艦跟發射飛彈軌跡 拍得一清二楚 完全搭連解放軍雷達徵照系統 歷年來在九棚實彈射擊 只要發現中國偵察機或者電針船 指揮官就會立刻下令停止射擊 至於美軍U2高空偵察機 輕盈姿態起飛來污影去無中 上頭的合成孔鏡雷達 足以對兩百公里範圍內進行匯圖 同步資料上傳 搭配八百二十一公里的時速 與巡航高度兩萬一千公里 高度夠中國不易察覺 演習的一舉一動都被拍得一清二楚 在冷戰時期美國跟中華民國合作 派U2進入中國大陸徵照的那個往事 所以他可能美國是有意讓這個 藉由這個行動讓中共感覺到不舒服 U2在冷戰時期 由美軍派遣台灣飛行員 飛往中國高空攝影 讓中國恨得牙癢癢 這回U2重回戰場 重演美台聯合抗中 還刻意流出這張空拍圖 不僅讓中國的一舉一動全部現行 更希望中國在歷史上的痛處猛財